Leo聊四季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敗戰提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一場比賽是 阿拉伯天梯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Viper的顏色好像怪怪的 我們來幫他調一下 他的正常顏色 好 那Viper屬於黃色是比較正常的 那我們把Z4連調成藍色 好 這樣看起來舒服多了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敗戰提人 敗戰提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槍兵 毛兵 骆驼 都有25%折扣優惠 而且敗戰提人 帝王時代的價格非常便宜 所以也有這種 單TC速帝王的強武打法 但是不多 在我們頻道上 一直出現過一兩次 這種單挑式的打法 那Viper這個敗戰提打法 應該會比較偏向於打 這個槍矛前壓 前起的部分 中後期可以考慮打敗戰提 或者是骆驼 還有火炮火槍作為主力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好 那這位是Z40 我們頻道之前也是很常出現的 台灣高手 Z40 那他也是所屬TAG戰隊 那Z40呢 也之前打贏過YO 也打贏過Viper 很多頂尖選手 Z40也打贏過 跟台灣的天空手 是差不多Label等級的 好 那Z40呢 大家最近比較少 在我們頻道上出現 但這一場 覺得一定要來播一下 好 那這場比賽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兩邊都是一個槍矛怪文明 Z40這邊立陶宛 槍兵跟毛兵 有移動速度10%加成 那Viper則是有折扣上加成 所以兩邊都很適合打封禁槍 然後後期轉這個騎兵 那Z40呢 這邊是可以轉列提斯 跟遊俠都可以 但是中期呢 城堡時代 需要去多撿生物 才可以讓自己的騎士 或者是列提斯 增加這些傷害值 那Z40這邊的立陶宛人 他跟半人體一樣 加成並不是很明顯 他有這個TC的100L加成 所以前期呢 可以Push 可以做一個槍矛前壓 或是轉這個弱馬 或是裝甲步兵的一個優勢壓制 都是可以考慮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風箭時代會怎麼打 那Z40這邊選擇立陶宛 立陶宛的打法 最近我們頻道上出現的戰術 槍矛前壓其實並不是那麼常見的 因為這個算是比較高手等級 會再打的 那比較常規打法還是 肉馬開轉弓兵、毛兵 好 這種打法會比較多一點 畢竟肉馬了 有比較更多的主動權 移動速度比較快 好 但是其實立陶宛槍矛打法 也不是非常弱的一個選項 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先來看一下Viper 這邊是黃金在後方 右邊有石頭 黃金在前方 還好後邊都有黃金 所以問題不是很大 只有前面這個果子 稍微會比較痛苦一點 那前方也沒有木頭 所以防守來說 正面會比較吃力一些 那Z40正面的石頭在前方 果子在左邊 黃金也在後方 兩邊的地圖都是相當不錯的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還是Z40前面就會比較好一點 這兩個木區讓它防守會稍微簡單一點 好 看一下Z40這邊是選擇了17村 高速升級 然後要來打落馬了 Z40應該也是要打落馬開 看一下這邊補什麼 落馬 可以馬就補下去 Z40的打法應該也是跟其他的高手一樣 也是打這個落馬開局 非常標準的一個立陶宛的開局方式 這邊可以考慮按一些槍兵 按個一兩隻 稍微防一下 Ryper這邊是打一個20村 20村升級 然後點了一農一木 先補了射箭場 這裡槍兵趕快按 已經偵查到了Z40這邊落馬開局 這裡落馬先到左側這邊集結 Z40可能想要先出些落馬 在這個位置先做防守 看到落馬過來 VIP偵查到了 槍兵往左側走 稍微追逐一下 VIP偵想要從左邊這裡 圍死 但是這邊要圍真的很難圍 所以會說VIP偵從這張地圖會很難防守 就是因為他前面的墓區非常開闊的關係 他只能稍微小圍一下而已 那Z40這邊補下了自己的射箭場 開始要來轉這個毛兵了 弱馬配毛兵或弓兵都是一個很好的弱馬轉型打法 基本上所有的馬國都可以這樣開局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Z40找到了一個機會 VIP偵有兩隻肉村民被包夾住 後面的槍兵戳到了一下 順利拿下了一村 這裡本來還想要走進去嗎 但是VIP偵這裡被收掉了兩村 第三村也要死了 弱馬還在追 槍兵這裡來不及 戳到 最後還是戳到了 OK 這次殘血的村民還想再圍起來 DZ40沒有辦法抓得到 槍兵放出來 DZ40的弱馬只能逃跑了 最後VIP偵開局死兩村 DZ40現在有村民上的優勢 好這裡毛兵過來 但是現在毛兵數量有點少 兩邊都是 那VIP偵這邊是打一個槍矛前壓 敗戰艇的封建時代最強力的打法 槍矛前壓 配上待會的弱馬轉型 遇到立陶宛的話 後面還可以轉便宜的駱駝 整體來說 VIP偵的文明並不會遜色於立陶宛 DZ40這邊的優勢非常巨大 兩村的封建時代的村民優勢 可以延續大概 經濟優勢兩三百的資源 這邊來看一下 DZ40會怎麼繼續 把自己的優勢給延續下去 那VIP偵這邊是點下了這個輪軸技術 所以讓整體的經濟 變得非常好 所以可以看到 VIP偵這邊村民即是劣勢了 支援量還是可以反超DZ40這裡 所以輪軸技術到底什麼時候點 我個人還是覺得30村左右點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數值 畢竟點下去之後 所有的村民都會立刻被BUFF的感覺 群體BUFF的概念 所以打這個槍矛前壓 配上這個經濟型打法 是非常好的一個選項 VIP這邊點下了一級色 還有一級防禦力 這裡有一隻天空熊幫忙助陣 結果打自個人 天空熊冷靜 好 上方這裡 七隻槍兵 配上四隻毛兵 Z40應該不用害怕 這裡都只是槍兵毛兵而已 村民甚至可以直接回扁 對 直接反擊回去 你槍兵怎麼戳我 都是 兩滴血 結果被戳死了一隻 尷尬啦 Z40這裡細節沒有拉好 殘血也沒有先拉走 但還好 VIP這裡有點下異防的關係 所以剛剛VIP 槍兵血量掉的很慢 這個異防的效果 這個村民怎麼打 都是這個兩滴血 血量都不會掉太快 好 地先點下了一級色 毛兵數量開始穩定了 好 這邊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這邊可以追到死沒有問題 立陶宛的毛兵 追擊戰術 直接追爛 好 肉麻一直去吸引槍兵 槍兵往前戳 稍微拉打 肉麻有點卡到自己 被戳到了一兩下 好 毛兵要不要先打呢 要不要先打毛兵呢 但ZC這邊想法是 把槍兵數有收掉之後 再去打後方的 用肉麻去解掉後方的毛兵 所以這邊的毛兵 還是受到了一些 VIP的毛兵傷害 好 最後呢 這邊是打完了 但是Z40很明顯 支援上是沒有領先對手 明明領先了四春 但是支援量還是輸給了VIPER 好 但D40這邊有個細節 升城堡時代之前 先點一下輪軸技術 那待會支援量應該就會反超VIPER 好 VIPER這邊升時代 果然是先轉馬舊 城堡時代轉騎士或是駱駝都OK 好 VIPER點下了一攻跟一擊挖軍 D40點下了一擊馬卡 時代上還有5%升級好 好 Z40還要等一個小時 一分鐘 不是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有點太久 好 VIPER果然是打出了駱駝鴨子 那駱駝這邊造價非常便宜 馬上就點下了耕種技術 好 Z40也補了一些槍兵 槍兵打駱駝 而且移動速度很快 好 這裡再補了一個軍營 槍矛防守 兩邊都是槍兵怪文明 好 這裡有一隻駱駝怎麼自己走入了一個死胡同呢 好 一上時代馬上開下DTC 現在Z40的支援量開始反超了 輪軸技術有點 經濟的話就不會輸給VIPER 這邊回頭要打下這裡的駱駝 小心 回頭錯一下集結一下 槍兵上前戳 重裝長槍兵 報到升級好了 好 立陶宛的槍兵跟毛兵移動速度真的很快 來看一下這個移動速度有多少 1.21 那一般的駱駝是1.6點 差0.4而已 所以立陶宛打這個槍矛前壓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但是遇到拜登庭也是這個槍矛前壓怪 所以兩邊都打的算是比較偏垃圾兵種 但是上午城堡時代兩邊勢必一定會打黃金兵 Z40是選擇了雙修道院 立陶宛這個僧侶科技基本上是全滿的 所以打僧侶戰立陶宛是不會劣勢的 而且其實對方打齊變的情況下 雙修道院給對方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白牌這邊一定要趕快轉弱馬才行啊 這邊弱馬有再出 兩隻弱馬出來了 新奇兵找個機會點一下150肉 但是現在有點難點新奇兵的升級 因為現在剩下去的話3TC會斷肉 所以待會還是要先多灑一點農田 再去點一下新奇兵升級會比較好 Z40這邊是決定繼續出生旅 槍兵升級也好了 那3TC沒有打算要開下去嗎 好這邊開始有個遠針對 看一下遠距離的地圖 因為現在Z40要趕快出生旅去撿生物喔 好這裡招翔可能沒有辦法成功 因為第一時間沒有招翔 所以失敗率會很高 好這邊生物已經拿到了1顆 再拿到3顆 這個生物增加效果 傷害就會提升到最高 好這裡生旅放下去 結果想要擋招翔一下 結果還是被戳掉了 好這個生物趕快撿 撿人就走 撿人就走 好兩隻生旅招翔 找到一隻 生物已經被拿走了 好這個生物沒有辦法拿 這隻騎士有機會拿回來嗎 兩隻青騎兵 欸肉馬不是青騎兵 上來砍一刀 好欸結果被招翔到 這裡招翔沒有斷 所以這邊的青騎兵 赤猴被招翔掉了 後方的赤猴大開殺戒 現在Ryper有抗招翔的關係 前程科技 一隻肉馬換四隻生旅 算爛了 出這個肉馬 架齒連城 好那現在看起來 來Ryper是繼續點下二人喔 這邊是雙生物 那有減到兩顆生物喔 就等於是三攻的概念 所以現在技術 即使出遊俠 或者是出獵提示 其實都不會太劣勢了 能拿到三顆的話 優勢是非常巨大的 好那Ryper這裡 沒有打算提升戰毛兵的升級 繼續用毛兵對射嗎 歐方槍兵來了 這裡剩個戰毛兵會比較好吧 畢竟有重裝長槍兵了 果然提升了戰毛兵的升級 歷斯林現在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移動速度非常快 這個槍兵一直往前戳 肉馬加上騎士 加駱駝後面打下 後方生女在後面輔助 生女會死嗎 火了下來 再來一隻輕騎兵 又被戳掉 Ryper這一波損失了所有的肉馬 生女只剩下殘血 很想要把這個生物給追回來 看起來有點困難 結果Ryper升級好了戰毛兵 自己的戰毛兵數量也被戳到 只剩下6隻 5隻而已 還不是6隻 這時候D4有大動作了 3TC融起來之後 開始前壓 補下了很多農田 正面的城堡 這裡壓制非常強大 看要不要再往前壓一點 就可以壓到TC了 但是越往前 這個城堡蓋起來成功率就越低 所以這邊Z40要思考 要不要再繼續往前 好 往左敲下去 第一時間蓋好 這個地方也不錯喔 這個有黃金跟石頭 都會空到這些資源 正面的話駱駝沒有解決 拉了這隻騎士 過來打下戰毛兵 毛兵現在是互打 等一下神聖思想 Z40這裡木頭有點炸裂 1000多的木頭 Ryper就是手點下的帝王時代 好 雖然半戰體的帝王時代很便宜 但現在沒有城堡 也沒有辦法造出自己的巨型投石機 靠化學 這邊看要不要轉更多的槍兵出來防守一下 然後石頭趕快挖 這裡打獵先暫時別打了 趕快去吃這個黃金 實況會比較好 這裡村民被射掉兩隻 趕快滴農田 後拉 左側這裡過來 挖石頭趕快挖 目前兩邊都是打一個惡農惡木 但是Ryper這裡有首推測的經濟優勢 所以現在Ryper支援量又反超了Z40 兩邊經濟量都差不多 帝王時代兩邊的細節 看一下兩邊誰處理得更好 這裡補下了更多的槍兵跟射箭場 Ryper可能帝王時代又轉強弩了嗎? 還是要轉強矛怪 配駱駝呢? 但不管怎麼說 Ryper這邊的話是稍微有點危險的 因為現在被蓋了兩根堡 那還有一些腹筋跟主筋都被控制住的情況 其實這樣是不太安全的 可惜現在Ryper兩根射箭一升上去 巨型投擲機產生速度也很快 Ryper只有一根城堡 反而防守來說是有點有壓力的 好這個城堡還沒有辦法順利蓋好 一升到帝王時代 這裡還是只能等火炮了嗎? Ryper趕快補 點下了二防 四隻生女招搶得很開心 但是全部都進入CD時間了 還有一隻沒有 要不要趕快去進入城堡休息一下 左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三級射也點下 一升到帝王時代 G40趕快產巨頭 直接按了四台 好這裡要繼續轉出更多的城堡 出列提斯呢 現在列提斯的傷害是12加2 現在一攻還沒有點 先補一個手推車 附下經濟 經濟過好了 待會大家就可以專注了 好 招翔一下 後方招翔 招了戰毛兵 戰毛兵順利擊殺掉了兩隻生女 不管你槍兵戳 我就是要點你生女 結果生女 沒有被點死第三隻 好 白尾盒這根城堡 都能蓋好 第一台巨型頭司機出來 後面的火炮 開始慢慢量產 但左邊這裡的火炮 並沒有槍兵保守 跟生女 會稍微有點危險 好 立心靈轉生女科技 印刷技術 法學 開始要來防防對方viper的火炮了 好 Viper這邊點下大槍兵 三級的弓兵鎧甲也點下 二級鎧兵甲也點了 好 列提斯走進來 來 槍兵要看一下 槍兵有看到 趕快繞幹 去後方 偷一下村民 好 Viper發現騷擾有點危險 沒有TC 趕快補一個新的 但是列提斯已經抓到村民 三殺一村 槍兵上來 戳掉 好 Viper這邊拉了非常多隻的村民 十六層左右 全都城堡 但是對方 Z40 五巨頭 六巨頭 這個肯定守不住 OK 但是Z40的城堡也快要被拆掉 但是 Viper 這裡還有兩台巨頭 兩台巨頭 不是三台 那這應該有可能守得住 只是村民不夠多 還是掉了 因為左邊還有火炮在輸出 好 那這裡 現在Z40有巨型頭石機的數量優勢 反打巨頭問題不大 現在槍矛前壓 兩邊都是奮力奮戰 Z40現在有招翔的優勢 造了一些遠距離的戰毛兵 讓後方的輸出變差一點 欸 Viper是用巨頭收起來 開始在六嗎 但是最後還是被Z40的巨型頭石機給打到了 左邊的火炮趕快進攻 這火炮有點找不到人生方向 怎麼在這邊也散步呢 好 Z40點下了神拳陣子 讓自己的招想難度 稍微下降一點點 就不用一隻一隻點了 好 戰毛兵三級 還有三級射 Z40也要轉槍兵怪了 最後還是要升級戰毛兵啊 沒有戰毛兵的話 對方有戰毛的情況下 是很難反擊回去了 自己生旅反而被點掉了有點多 Viper這波反擊反得很漂亮 後方的火炮一直在輸出 但還好Z40最後還有七台火 巨型頭石機活了下來 這一點保存相當的好 臭文明趕快修 本來可以點掉殘血了 但是最後點不掉了 好 D40也轉了三級的弓箭鎧 好 Viper再重新重啟爐灶 再重新蓋一根城堡 現在臭文書來說 Viper的臭文書是稍微領先 經濟量只贏了一兩百而已 D40這邊的壓制力 還是給到非常大的傷害力 那還是一樣的問題喔 附金跟主石都在前方 所以這個鑰匙拿不回來 待會有可能會斷金 Viper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左邊的這個黃金量 好 D40這裡 戰毛兵越安安越多 開始要轉些列提示了 那班戰艇本身來說 也是很適合打僧侶戰的 但是Z40沒有 Viper沒有打算要轉僧侶 可能是顧慮到了 Z40這邊強兵 這個毛兵非常多 所以暫時出僧侶的話 可能不太划算 好 那這裡三個修 修道院有三個生物 只要這個修道院被拆掉的話 Z40就有很大的機會可以逆轉 如果Viper這邊有注意到這個細節的話 可以考慮趕快去 把這個修道院的生物往後搬喔 不然這個修道院有點太海景第一排了 好 兩台火炮慢慢量產出來了 好 現在Z40 有救贖思想 火炮也可以遭享了 通常遇到這麼大量的戰卯的時候 快戰艇可以選擇火炮或是投石車去做解決 這邊有點稍微失誤 火炮被城堡給射到了 可以拿個一隻村民來修理一下如何 好 現在三個生物打噴出來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修道院 把生物開始往後搬 Viper點下了增兵技術 繼續槍矛前壓 戰毛兵往右走 但是這根城堡已經蓋好 走過來戰毛兵就死了一片 好 尷尬了 Viper 右邊這坨戰毛應該是要送光了 現在Z40控竹控得很好 野外的資源 不想要讓給Viper的騷擾到 射命的巨型托斯基再次被解決掉 後方的生女 能夠遭遭到火炮嗎 這個在一翁 帶著戰毛兵解決掉了生女 火炮最後兩台活了下來 這裡巨型托斯基 可能要往前了 左側Viper蓋了一根新的城堡 防守下左側的經濟區 尼斯林點下了馬凱 開始 三級馬凱已經逃了 被提示的防守能力 到了五點遠防 按一般基礎資源來說 Z40還算是比較有隱語的 畢竟有三千多木頭 它回賣掉也可以 一是一筆可貫的收入 Viper這邊則是肉跟金 肉跟木反而是很吃緊的 基本資源很吃緊 可能要再多安一些村民 那這也是因為Z40 一直有在打多線 這個村民在偷抓 這也造成Viper 看起來是村民很多 但其實上也沒有 Z40這邊反則是經濟反超了 147村 Viper這邊一直邊打邊防守 然後村民一直被偷 還要補村民 正面城堡掉了 Z40有機會拿下比賽嗎 戰毛兵開始往前 這裡槍兵直接點 一出來就殘血 哇 拜登庭這裡沒有轉一些生旅 有點可惜 立陶宛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毛兵已經走到農田地帶 走到這個位置 基本上就是十拿九穩了 垃圾大戰 看來是由Z40 要打下比賽勝利了 二攻拿下 護兵甲不升沒關係 反正我只出戰毛 配列提斯 列提斯現在傷害來到了20點傷害 大量戰毛 配上列提斯 巨型投司機 慢慢進攻 這個承認中心也掉了 Viper這時候轉出了重裝騎士 但重裝騎士的話 又會被立陶宛的勝率招降 甚至列提斯也打不贏 拜登庭的重裝騎士比較尷尬 也沒有三攻 雖然有遊俠 但是也沒有品種 所以Viper這邊轉重裝騎士 但是可能是因為黃金多 想用一些高 精良的單位去壓制敵人 沒有想要打算直接用槍矛 去跟對方決勝 根據黃金病還是比較厲害 其實Viper也可以轉肉 但是現在肉實在是不太夠 農田都被弄爆了 所以農田都不能中了 都被Z40的一個多線 打到資源不太夠 後面數只剩一百村 Z40這邊十拿九穩 點下了三級農田 又後方的礦產資源全部都控好了 正面的附金也開始挖 Viper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Z40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場垃圾大戰 最後是由台灣高手TAG的Z40拿下比賽勝利 這一把Viper輸的應該不冤 應該算是Z40的 這個基本功壓制了Viper 而且也算是第一時間 把這根寶拉出來 算是時間上的這個時間差 拿下的優勢 那Viper這邊最大問題 應該是地方塞點下之後 石頭沒有提早挖的關係 所以造成這個城寶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蓋好 巨型投擲機的數量被壓制之後 很難解除掉這兩根城寶 那就自然而然的很難去翻盤了 雖然最後前方這個城寶還是有拿下 但是中後期這個經濟資源 一直被Z40的獵蹄絲 給燒了後方的農田跟木頭 造成沒有辦法 很好運轉地的垃圾兵的數量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 ч在簡單來說 可以看一下 我們下一個集中的 iegen的話 我們下一個集中的五個人 然後我們下一個集中的 我們下一個集中的